蒙特利公园市城中商会 于8月11日 邀请蒙特利公园市市长赵谭美深 驻洛杉矶经文处商务组组长吴新华 洛杉矶常滩世界贸易中心 亚洲业务主管蔡莲娥等人 出席蒙世台湾美时辰新闻发布会 并表示有意参与 我代表洛杉矶经济发展局跟世贸中心 主要台湾的投资会带来更多就业机会 在经济危机的时候 最重要还是就业机会 所以台湾投资本身我们有做了一个统计 在2009的时候 洛杉矶发展局做了一个统计 有关外国公司来这边投资 投资的时候分析的时候说到 22%的投资者呢 尤其是从一个产业 那个产业呢就是产领业跟销售业 所以这个是占了那个投资者的一个很高的一个比分之比 那这个台湾美食街 美食中心呢来到这边投资呢 将刺激这边的经济发展 那也是从这个区域尤其是在Montrepan 还是其他的城市呢 我们都很欢迎 从一个点开始呢 我们可以延伸到其他的城市 那我们希望呢 台湾呢能更多的投资在这边 而且台湾也是我们这边的 即是那个进出口和做伙伴 这个项目主要开始的时候就是五月底的时候 我们那个金建会的主委 刘易如刘主任委员 来这边举办一个大多么的招商会嘛 那么当时就跟这里的那个CBRE公司 签订了一个一个备忘录 那备忘录的内容呢 就是协助台湾的美食的国际化 你知道美食国际化是我们台湾 推动所谓六大新型产业 其中的一项 是安德这个叫什么 叫做旅游观光这个项目里面 希望让更多人知道 知道台湾的 除了可以看风景 有文化之外 也有美食 所以我们希望通过这个台湾美食国际化 能够推动台湾的观光旅游事业